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亚利桑那州的总检察长 他们的这几个州大家看起来都比较特别 早就跟大家说都是这个模样 比如像密西根州 亚利桑那州 很多佐治亚州都是有这个特点 那这些都是民主党人 掌控着州务卿或者总检察长或者州长 在美国的州一级的政坛当中 有这么一批这样的人 这是蛮有趣的 你去查过之后呢 就像我说跟索罗斯很多都有点关系 反正横竖都大了点关系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 我只能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事好了 这个挺特别 而他们都挺厉害 很凶狠 亚利桑那州呢 昨天对与川普有相关的18个人提起了法律诉 2020年选举欺诈 他说2020年选举欺诈 这个对2020年有关的这个申诉 就是共和党人的申诉 认为呢 这是对民主的冲击 那与亚利桑那2020年选举结果相关 当时呢 拜登是在亚利桑那 以1万多张票呢 战胜了川普 而亚利桑那却是2020年选举欺诈当中 就是出现状况当中的第一个州 晚上8点半 在盘点 在点票的时候 还在点票的时候还差 应该还差多少 晚上8点半的时候 还差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的时候 结果当时福克斯率先背书亚利桑那 拜登获胜 所以当时一下就炸过了 那后来 后来人们很多认为那是一种信号 人家都传好了故事 但当然福克斯也不承认了 反正 但争持 整个争持的起点在亚利桑那 所以昨天当亚利桑那的总检察长 对与川普相关的18个人提起法律诉讼的时候 我当时想说 真行 真能整 真行 真能整 真能胡来 真的 真能胡来 这是一个很令人感触 那他指控的内容呢 就是说 在2020年选举之后 与当时亚利桑那 比如说共和党委员会的主席 包括里面的某些参议院的议员 那包括共和党相关的 与川普相关的很多个人律师 包括朱利安尼 梅多斯等诸人 都提出一些在亚利桑那选举问题上的一些质疑 那在质疑当中呢 他们提出了收送 诉讼 也提出了一些法律上的诉讼 后来呢 都被法院给抵扣掉 有的借口是说呢 时间太晚了 你们没有当时有什么行动 我们知道亚利桑那曾经进行过 这个有关选举欺诈的一个一个验证的问题 最后那个那个东西不了不了了之 那这是一个很典型很典型的 很令人感触的这么个东西 就是在美国的现行体制当中 在美国的现行法律当中 有多少人有能 法律是制给 是制定给 有道德基础的人 那而人们在寻求真相的过程 人们提出对抗抗议的过程的时候呢 都述诸于说欺诈 那权力在你手里头 我怎么欺诈 对不对 我提出质疑 法院要能够有自己的申诉 那在法院拒绝申诉之后 11名共和党人 相关的一些人 其实这些都很多都是律师啊 都是一些有身份的 就把一份备案的东西呢 就存到了国家党馆 我不知道在亚利桑大 可能他相关机构当中也有 但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所以谁都没有想到 在昨天晚上 亚利桑大的总检察长 再次提告18个人 18个人当中呢 有11个人被点名 然后就是被正式被告 被告的人包括朱利安尼 梅多斯 和包括朱利安尼的助手 就那个女的律师 包括美国 亚利桑大的原来的共和党的主席 跟他的先生 大概这么11个 有7名被告呢 就是没有提起诉讼的同谋 那没有提起诉讼同谋 他没有点名 有没有川普 但是呢 就故事就成了这个 所以当时拿出来的时候呢 是川普的名字在上 所以大家都以为 亚利桑大要把川普给告了 那川普的竞选团队的这个 反应人明确讲 这就持续的猎物 甚至觉得很 就是很荒谬 确实很荒谬 就是说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在有关亚利桑 在有关整个2020年大选的真相 到现在其实都是个谜 以法律之名 以权力 关键是以法律之名 人们没有机会去真正完整的探讨 他整个的过程 本来是个简单的事情 结果到现在就是以法律之名 任何敢违反法律的 就是违反民主的违反法律 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 本末倒置的社会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本末倒置的社会 任何一个社会 在正常的环境下 一切都是以法律说话的数 就是本末倒置 就是必遭天谴的时候 必遭天谴的时候 法律是人定 道德是神性 这是今天在我眼睛里看到 真正的故事 就像我们昨天说的 拜登的那个 拜登的故事 对不对 拜登那个表现是非常明确的 他就是人太弱了 他看见鬼了 其实就这么点事 那你说我要说 如果我在题目上说 拜登跟鬼魂握手 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看 神神叨叨又来了 那咱转着鞋 说特异功能 这行了吧 人们就觉得 换个词就行 这个人 现在人真的听 我说句心里话 挺可怜的 真的挺可怜的 被自己的所谓被教育的观念 很多塑造成这种 人们唯利是图 而不择手段 基本上他的概况 就是这么个概况 所以川普并没有显现在这个名字上 但是在媒体当中 确实引起了巨大的一个风波 但这个风波呢 因为没有了川普 啪就又给演下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 有川普就叫爆炸新闻 没川普 没人打理 没人打响 跟大家分享他这段声明 这应该是在亚利桑大总检察长 在他自己办公室里 这段声明 but as I have stated before and will say here again today I will not allow American democracy to be undermined it's too important the investigators and attorneys assigned to this case took the necessary time to thoroughly piece together the details of the events that began nearly four years ago they followed the facts where they led and I'm very proud of the work they've done to date we're here because justice demands an answer to the efforts that the defendants and other unindicted co-conspirators allegedly took to undermine the will of Arizona's voters during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Arizona's election was free and fair the people of Arizona elected President Biden unwilling to accept this fact the defendants charged by the state grand jury allegedly schemed to prevent the lawful transfer of the presidency whatever their reasoning was the plot to violate the law must be answered for and I was elected to uphold the law of this state the scheme had it succeeded would have deprived Arizona's voters of their right to have their votes counted for their chosen president it effectively would have made their right to vote meaningless soy这是他发表的完全发表的声明 那他代表了亚利桑那的政 亚利桑那今天的总检察长的做法 这是一个很很很很 这是很正式的了 那我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 就是被点名的被告呢 还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还没有说话 没有说话 呃 但我就跟大家简单讲述 这两个人 这其中的是 伊什曼 那边那个小老头是伊什曼 那他原来是法学院的校长 那前总统的顾问 他是被告之一 他实际是一个宪法学者 呃 这个这个人呢 是这个白宫的助手 叫Boris 那很多是在白宫任职的 那这个是就珍娜 那珍娜呢 我们知道他其实已经 在佐治亚州的这个case当中呢 他就他投降了 然后又做了声明 然后那今天其实蛮尴尬 确实是蛮尴尬 你说他年轻也好 怎么样也好 呃 我个人不太想评价 他是川普的私人 这个私人律师 当时是朱利安宁的助手 呃 那这个是 这个是他的被告 这应该是被告了 呃 对不起 对 这是州长 啊 就是刚才发言 呃 这个总检察长 这是刚才发言这个 那这是这这个女的就是做亚利桑那州的前共和党主席 叫呃叫凯利 那他先生叫迈克 所以呃呃 凯利沃尔的就是这是当时他 呃 那这是多没呃 美多斯 这是呃 白宫幕僚长 这是朱利安宁 所以这是他主要被告 所讲述主要被告 那所有相关的人呢 都是在于 2020年 亚利桑那选举当中提出质疑的 所以他里面就讲述了一些质疑的内容啊 当时怎么样的 那我们只是跟大家说呢 因为那个东西 哦 四年前了 已经过去了 那今天人家下手了 所以他就是 我个人的说法 我们的重点就是 在四年之后 在大选之前 他做出了这种事情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亚利桑那州做出这种事情 美国的社会呢 就是这样 一切都以法律之名的时候呢 其实人们看到人们的这种道德上的荒谬 这是我个人的评价 他代表衰败 他根本不是彰显民主跟法治 不是 代表着整个人文的衰败 人文的衰败 在进化论当中 在无神论进化论当中 他们背离的神性越来越远 而不择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成为了一个生命的准则 在我眼睛里看到的是这个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